然后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字符串的三种格式化方式 字符串的话 我们在操作这一个编程的时候 我们操作这些内容的话 还是比较的少的 我们其实操作更多的是字符串的一个内容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个内容 这个地方我把上面的给它注视一下 全部注视 Country键加我们的一个鞋杠 全部注视掉 ctrl加我们的一个鞋杠 鞋杠的话是一个注视 取消注视 在这里面我们再来看一个东西的一个区别 比如说这里面我有一个num 我等于一个3 然后这里面我给一个num num我们的一个使用 等于一个3 点一个3 然后print两个东西 printlnum 然后我们再printlnum 我们这一个struck 在这里面我们直接去打印这两个东西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一个数字类型也好 还是它的一个字符串也好 最终打印的一个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这一个内容的话 我们用我们用这一个用这个给它包裹一下 这个我们给它包裹一下 这里面的话我们用一个列表把它给包裹一下 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像一个是数字一个是字符 所以打印的时候 打印的话不会区分字符串和数字 那种 字符串 不会显示双引号 因为双引号的话 是pastor pastor 代码才会有这些东西 但是双引号 这是我们这一个 返回上一步的是 conc加z 对 这个地方是conc加z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留了一个文档 在这里面 我们在课情准备资料里面 留了一个pych的快捷键 在这里面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里面的快捷键非常的多 你只要熟悉一下 这些常用的一个快捷键就好了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先把它关掉吧 好了 这是我们把它给弄一下 字符串的一个格式化 刚刚的话是添加了这一个新的 那么我们来看字符串的三种格式化方式 new 这个知识点的话 非常的重要 在后面的话 我们会用的话 我们先来也来看这一个案例吧 比如说这里面我们有一个信息 现在的话 我想去 我想要去打印一个信息 在这里面的话 我想要去打印张三的这个信息 比如说我要去打印他的一个姓名 以及外号 对吧 我们在这里可以print一下 在这个地方 让我们可以用字符串的拼接方式去打印这一个信息 比如说我要打印张三的话 我会打印他的一个姓名 姓名对吧 然后加一个冒号 然后我们给他加 加上我们这一个嫩 加上这一个嫩 然后我们再去加一个 然后加上他的一个逗号 这里面我们给个逗号 然后再给一个拧拧 然后我们给一个冒号 加上拧拧之后 我们再去加上他这一个age 注意这里面的话 我们去加一个age 然后我们再去加上他的一个 这个的话是他的一个外号对吧 外号 外号 然后再去加上我们这一个 你可能你可能的话是他的一个逆程 在这里面我们直接给他去print一下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报错 报错报错的一个原因 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个繁衍 这个地方会提示我们的话 是他的一个类型错误 必须是stion类型 不能是inter类型 这一个age的话 它是一个数字类型 对吧 数字类型的话 不能直接去进行一个拼接 所以数字与字符串之间不能直接相加 直接相加 如果要相加的话 我们要去进行一个强制转换 那么我们给他加一个stion stion的话 我们给他强制转换一下 这样就可以去进行一个拼接了 那么在这里面就打印了 姓名章三00的话118 然后外号的话是一个法外狂图对吧 这一种的话我们是用字符串相加 其实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字符串 拼接的方式 拼接 拼接实现它相加的这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给他去打印看一下 这个的话是这一个法外狂图的这个信息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会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内容 就是这一个数字对吧 以及我有更多的一个信息 比如说我除了张三之外 我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弄奥 这个地方我们给个弄奥 弄奥的话我们等于一个理事 理事 然后他的一个a级的话 我们给他一个a-2 a-2的话我们等于一个119 然后我们再给他一个尼克兰 尼克兰 然后我们给他尼克兰奥 这个的话我们就给一个帮凶 帮凶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给他再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想要去打印这一个 理事的信息 那么我是不是要给这一个弄 然后给这一个a级 然后再给这一个尼克兰的 这一个尼克兰奥 然后我们再把它给运行一下 这里面是我们这一个理事的一个信息 把它给打印出来 这是用字符串拼接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种新的一个方法 关于字符串格式化方式的话 就是把这些字符串 指定给他传进去 就是为了更方便更快捷的去处理这些字符串 这种的话主要是用于大规模里面去进行一个处理 如果你手中去处理前面这一个的话 一两个还好 你想一想如果是一二十个一两百个 那你怎么办 另样的话会非常的累 对吧 所以我们会有这一个字符串 格式化的这一个概念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formator formator formator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formator 用 用我们的一个尊括站位 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对上面的这一个内容去进行一个优化了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print一下 print的话我们首先可以给一个字符串 比如说我给一个姓名 给一个姓名 然后去加上我们的一个大括号 然后再给我们的一个零零 注意零零的话 我们直接复制里面的一个内容 然后再去加我们的一个大括号 然后再去加上这一个外号 然后再去加上我们这一个大括号 大括号的话大括号大括号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站位符 站位符之后再跟上我们的一个点 然后再跟上一个formator formator里面的话要去传我们的一个参数 这里面的话我们有三个参数 对吧 第一个是我们的一个run 第一个是一个run 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age 第三个是一个nic论 nic论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直接给它去打印看一下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的话 与我们上面还是一样的一个效果 对吧 这个地方我们给它输出一下 formator 让我们给它加上这一个formator的一个内容 那么这一个formator的一个作用是什么 对吧 这一个括号一个括号一个括号 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其实这个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我们的一个选词填空 把第一个填到第一个 把第二个填到第二个 把第三个填到第三个 一一给它对应起来 那么它就可以去进行一个打印了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和我们前面这上面是一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对比一下 你会发现这里面少了一个内容 就是这一个strand的一个内容 对吧 上面的话你还要去进行一个拼接 但是下面这个formator的话 不需要去进行一个转换 也不需要拼接 你只要把参数一一给它对应就好了 所以这一个字符串格式化输出的话 它是有好处的 好处的话 你不要去管它的一个类型转换 以及你只要把指定的内容给它传递进去就好了 那么第二个的话是我们这一个 我们给一个out 给个out 给个out 那么这是我们这一个formator的这一个内容 那么这一个formator的话 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用处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用处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复制一下 比如说这一个 这一个的话我们给一个给一个 这一个strand 这个地方我们就给个formator吧 formator我们的一个strand formator是这样 直接等于这一个姓名00Y号 其实最方便的还是这一种 就是一个字符串 你要重复使用 反复使用的话 你可以把它制作成一个模板 然后把它反复的来进行一个使用 这才是字符串 模板字符串它好用的一个地方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你会发现这两个效果完全是一样的 对吧 这一个 在这里面的话 是我们这一个formator的一个站位 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有一个问题 我们想一下 如果有一个问题 如果它对不上会怎么办 如果它这一个括号对不上的话 它就会报错注意 如果括号对不上的话 它就会出问题吧 这个地方 我们这一个外号 外号就会少了 这里面的话 少了一个括号的话 它就少了一个内容 这里面的话 复制的时候复制错了 把它把这一个去掉吧 这位同学听歌还是挺认真的 这个地方感谢提醒 感谢提醒 那么解决掉这个地方 像这个的话 我们括号少的话 它就括号我们少了一个的话 这里面就格式化的时候会少穿一个 如果多了一个括号的话 它会报错这个地方 我们如果给它两个括号 那么在后面我们去打印的时候 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个报 报错 所以这是格式化的一个好处吧 第一个是这一个formator的一个内容 formator 关于这一个格式化的方式的话 我们就讲到这里面吧 这个地方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没问题 挑个一个我看一下好吗 那么这个点我们就过了 这一个 对 这里面的话 我们重点讲一个 因为它有三种方式 三种方式 你选择用一个就行了 不要用所有的 这里面的话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用法 我们就不去讲了 因为用的比较的少 扣你有兴趣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这个我们就不看了 所以我们再来看 这一个百分号S 和这一个F的一个作用 因为前面这一个的话 和后面几个都是一样的 我们后面的就快速的给它过一下 这一个百分号S的一个内容 高级开发 这一个高级开发是我讲的 这个百分号S的话 它也是我们的一个格式化的一个字符串 那么它是用我们的一个百分号S站位 进行站位 然后我们给它看一下 这里面的话 我们给它去掉一下 那么第一个的话 我们把这一个给它复制过来 这一个地方 我们给它复制一下 这个地方是一个百分号S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把它给换掉 因为它是用百分号S 去进行一个站位的话 把这一个括号 我们通通给它换成 第二个的话 它要格式化内容的时候 它就不是用我们这一个formate的一个方式 它用我们的一个百分号 用一个百分号去格式化后面的这一个内容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百分号 这个地方我们再给它处理一下 然后我们重新去打印看一下就好了 这个地方的话 是我们百分号S的一个内容 你能理解前面一个的话 和后面是一样的 那么你只要一一的把它们传进来就行了 这一个的话也不需要我们去进行一个类型转换了 还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第三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formate的一个形式 F 是这一个F 那么这一个F的话有一点点的特殊 这里面我们来打印看一下 要复制前面这一个 还是复制前面这一个内容 前面这一个内容的话 F的话 我们前面两个都是去进行一个站位 对吧 F的话它不是站位 它是嵌路 F是嵌路制服下 往 串中 迁路 串中 插路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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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变量我们插路的话 比如说第一个我愣的话 我要传到这个地方 第二个的话 这个A9我要传到这里 第三个 尼可愣我们传到第三个地方 然后这个的话我们也是 4我们给它复制一下 2 这个地方我们是一个3 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再给它去运行一下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效果是一样的 它是直接玩我们的一个 玩我们的一个字符串中去插路一个变量 这一个F的话它有好处简单 但是它也有一个缺陷 致命的一个缺陷 就是模板制服穿 无法复用 好处简单 坏处 不能重复使用 不能复用制服穿模板 这三种方式的话 我们最前面讲的是这一个formator的一个方式 因为你只要会formator的话 其他的你都可以不学 当然的话你三种全部可以去掌握 三种的话都去花一些时间去学 如果你比较突然的话 你直接用第一个就行了 不能复用 复用的话就是重复使用 重复使用这一个字符串 在这里面的话 像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这一个 这一个你发现没有 这个字符串被使用了两次 这一个的话是formator使用 被重复使用了两次 两次 重复使用了两次这一个 像我们这里面的话 你用了什么 这个姓名00外号 你禁别00外号的话 你分别要使用两次 所以这一个的话 我们都是去定义一个字符串 重复去进行使用 就不能定义一个字符串 拿着到处用 formator和百分号s可以 但是这一个f的话是不可以的 f是不可以到处用的 所以这一个的话是我们这一个 这里面的话就是我们这一个字符串的三种格式化方式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 你只要熟记前面第一种就行了 当然还有一些细节点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一个课件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 李宗盛